大家好 我叫张顺 我是一名工作三年的产品经理 我认为产品经理是一个 对综合数字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岗位 小到需求洞察 产品设计 沟通协调 大到心力 愿力等方面 都非常锤炼一个人 而我非常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来到这里求着一份 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经理工作岗位 谢谢大家 你是朝着李雨昕和李浩仰赖的吧 对 跟AI有关系 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 去年的时候 当时做的是跟人链识别相关的 一些产品和项目 包括什么偷袭诊疗监控平台 还有一个是做物业小区大门的 这个人型的管理这块 就是通过人链识别来开门 为什么特别喜欢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它应该是为了一个趋势吧 现在我们的人 就是对人工智能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会觉得它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便利 另一方面会对它很有恐惧 说它会替代掉我们的很多岗位 让我们没有工作 没有饭吃 我觉得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的话 它其实在创造一个新的产业的时候 它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我们应该以一个更乐观的角度 去看待它 今天带来了我的作品资料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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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做了一个整疗监控平台的话 它面对的是医保局 他们做医保控费 就是识别那些骗保的人 然后把这个费用给控出来 然后我们只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基于这个东西去设计 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原型 我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的流程 我们的最后一个系统的东西 这个识别骗保的人是人脸识别吗 就通过人脸去识别 透析患者 他在床上的那种 就是每一个片段过程 通过这个的方式 流程的 相当于是作为一个证据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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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在挖掘需求 或者做解决方案上 有一到两个亮点 你具体说一下 我会站在投资者角度去看待 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行业 怎么样 我收集信息来源很多 就是首先你会基于 它的一个关键点 去做整个行业的一个搜索 你作为一个求职者 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OK OK 因为这个面试有很多种模式 如果是咨询公司 可能给你要一个咨询的报告 或者你未发生事情的 给一个方案 但我相信现在 就去你现在资历 可能大多数的老板 想看到的是 你过往经历里面 一个扎扎实实的成功案例 如果说我一定要做一个 基于我搜索的点子 然后挖掘出一个创新点 然后成功地 络络的方法 我目前还没有 但是的话 我的信心努力 收集很强 是我的所谓的领导 都一致认可的 这样 你了解松鼠AI吗 了解 说一下你了解的程度 他们中间能解决 我学了什么知识 然后我还哪些没有学到 然后的话 我该学什么东西 我该怎么去学这个东西 能解决这些问题 你刚才说 你的信息搜集能力很强 你刚才所了解到的 所有的松鼠AI 是通过什么方法搜集到的 第一点 我平时在关注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会看到 跟AI相关的所有的企业 那么教育的话 松鼠AI现在是排名第一的 这是公开的新闻上 能够看到 第二点是我平时 会加一些行业内的人士 包括最近我加了 进入了一个 自适应研究群 立总也在里面 然后这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人是我当时 在知乎耐务上 我听了一个产品经理 他在讲自适应这块 然后我通过他 跟他去聊 然后的话 我平时会传达一些 我对这个 自适应教育方面的一些idea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 比较良好的关系 当我这次来北京之后 我跟他就是说 能不能够推荐我一些 自适应研究的一些群 或者跟are有关系的群 包括我还送了一些红包给他 然后他才把我拉进了 这个知识研究群里面 他们在聊的时候 我会去观摩他们的一些 想法之类的 然后的话 我会去揣摩他的一些观点 然后最后 凝结成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对 刚才有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达到正确答案 但我之所以问他这个问题 相信能够加深你们对他 信息搜集 或者是对于自己 所要达到的一些目标的 一些手段和方式 我没想到 对 我觉得其实 特别加深了我的印象 我没想到就是你对一个 非你原来的图像识别领域的 一个AI教育 也会有这么用心 甚至是为了这个学习 和获取信息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包括你说的红包的这种细节 包括你对所有的内容的 这种描述 他挺钻的 真的挺钻的 而且你对我们的 这个产品的描述 我觉得已经讲的 还蛮细的了 这个挺不容易 因为他也不是学生使用者 他能够在这三方的时候 我没有用过 用不了 对对对 你们就不是学生 你要多少钱 把红包都赚回来 一万八以上吧 有地域限制吗 上海区吗 如果立种特别的 愿意栽培我 稍等一下 说一下什么叫特别的栽培 不是特别的 就是 你老往后退干什么 我吃了你 他觉得 他如果觉得我这个人靠谱 有创新能力 那你靠谱吗 靠谱 就凭我从成都到北京 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我觉得我还是 很愿意在这个领域 去投入的 这过程当中 曾经有过动摇的时候 有 什么时候动摇 想回去 就是我面了很多家 就是包括什么高德 包括精准 包括那些 还不错的企业 他们都不做AI这块 就不合适 他们就说留不住 我就不愿意要我 所以你今天到这来 就是瞄准利耀仰来的了 最好是 最好是 他如果要我的话 我就去吧 他要栽培你是吧 原则上 你来我们公司 还真的是挺难的 而且我觉得 你要的工资比较高 我们要求的叫三名的人 才能做我们的技术 或者产品 什么叫三名的 第一就是你名校毕业 第二件事呢 你要在名企 第三件事呢 就是说 如果你点两个都没有 你做过名产品 你认可他的这个 三名的要求吗 从标签的角度来讲 是完全对的 有不服的地方吗 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 看问题吧 就是说 我未来能创造的价值 绝对要超过你标签的价值 我觉得我是一个 普遇吧 能够一眼 能够看到光的人 现在我第一轮 第一次问 帮一个男生问你 你要不要这样的人 还是有什么条件 要这个人 第二轮再看一下吧 如果你第二轮 还想看一下的话 第一轮你建议 他调什么样的价格 我觉得大概一万二 你调吗 你二可以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我看中领导 就说 哪怕你给我六千公斤 我都愿意干 钱不重要 领导的重要性 绝对大于你的钱 和你的公司的阶段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了 还有四点 天生我有才 来我们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在大型互联网企业流行这一句话 超过35岁就老了 对此你有什么体会 你多大年纪 二十二十七 还有八年快了 有些话叫脑际福利 这在千里 其实没有所谓的老的概念 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讲 还是老了 就是说我在这个年纪的话 我还没有一项成功的产品 这个是我的一个失败 然后我到35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赚够两千万 那也是我的失败 35岁要赚两千万 对 这是我的规划吧 因为35岁之后 我肯定会创业的 你也要像希望他们一样 没有 我只是想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你不是说钱不重要吗 钱对我当前这个阶段不重要 未来很重要 它是你做事业成功的一个筹码 如果说一个公司 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业的一个浓头企业 它给你的薪酬比如达到一万八 对吧 那另外一个公司呢 是一个初创型企业 它可能给你薪酬是一万块钱 但加股权 加期权 那如果这两个选择 你去做的话 你觉得你会选哪一个 现在这个阶段我会选大公司 过两年我会选小公司 为什么呢 现在我还是需要沉淀 我还是需要 比如说我在AI这个里面去做的话 我还需要理解一些更技术的东西 然后才能够帮助我 更好地把这个产品给完善 这个时候我去拿器权就是很稳当的 然后我也能够给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叫AI律师 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当事人的案子到了我这儿 我只要把基本要素输进去 然后我的计算机 根据我的大宿记 以前的案例 就可以得到这个基本正确的判决 这方面你有没有兴趣 准确的判决应该是偏向策略优化吧 就是或者说是要结合一些判决的一些经验来做一些 就是原来的那次的案件的判决 比如说可以抓到的 抓到之后来根据我们这个案件的几个要素 这个都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这个要用到策略和知识图谱的东西 这个你能承担吗 没问题 OK 我觉得作为一个刚刚毕业才三年的学生来讲 我觉得其实非常难得 而且他不仅是在做产品经理 他还在总结自己的方法论 所以我觉得他在产品经理的思路上和系统性上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小伙子身上有一种精神 他特别钻 当你说到法律的时候 他也有所涉猎 只要与AI的他都愿意去钻研 但在他这个年纪是很实属不易的 说难听了 他就缺在了他所说的三名嘛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机会 多多地展现一下自己 好不好 谢谢 来 第二轮选择虚活流 还有三盏灯 一号阳请翻牌 一万二 我们给你的是那个产品里边 前期调研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在上海 一万八 我给你的职位是在北京 是我们银客律所的这个 AI律师 产品经理 一万二 我给你的职位是支点智能的 这个产品经理 专门做人脸识别支付的一个公司 考虑一下灭一盏留两盏 看你的选择 去吧 来 有请梅湘荣 毕浩阳谈钱不上感情 这个价格不用谈了吧 还用谈吗 不用谈 不用谈的是吧 钱不重要 对 不重要 两千万重要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什么样的领导 更适合我 在我们公司那个产品的负责人 原来是在盛大还有协城 都工作过 不重要 不重要 那你什么重要 他的性格 他的带能风格 那个产品的负责人 要求会是比较要求完美 然后他的风格不霸道 非常的就是善于倾听 然后我觉得沟通能力非常强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适合你 你还满意吗 不满意 来 这边的领导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是我们一个85年的小伙子 他是在盈科从一个学生毕业 一直工作 他现在是我们盈科 中国区的执行辅助人 那么我们希望像你 过来以后要充分表述自己 参与这个项目的想法 在这样的想法下面 需要我们拿一个时间和计划 我们全力来支持 整个项目的创新 最终来实现 中国在AI时代的 法力机器人 你要什么样的领导 他是严厉的宽容的 是严厉的宽容的呀 他那个 善于倾听啊 又要求严格 我告诉你别再过来 你先进去再说 你挑领导 张顺啊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果今天不是在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相信 松鼠AI的机会 你是拿不到的 所以我不建议你 这个时候你倔强 其实这样的机会 真的蛮好的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必须想跟你说这一点 你好好的 谨慎地去选择 可能这块有点倔吧 可能 还是不够成熟 我不会变 但是说 可能在表达的时候 要更接低气一点吧 来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十秒钟 松鼠AI 银客律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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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